美国总统川普24号表示 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度高峰会 很快就会举行了 不过地点可能不在新加坡 而另外南韩总统文在寅访美 与川普召开双边会谈 并且签署了新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针对川金二会川普强调美国不赶时间 但很快就会宣布消息 并透露这次行事将看上次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差不多 只是很可能会换地点 联合国大会从二十五号开始 南韩总统文在寅已经抵达美国 二十四号和川普先召开会谈 说明上周两韩峰会的进度 韩联社指出文在寅转达了金正恩希望尽快和川普会面 而且北韩相信只有和川普才能解决非核化谈判的问题 尽管北韩的非核化进度不如美国预期 蓬佩奥也和川普口径一致 表示很快就会举行川金二会 不过也强调在北韩完全可验证的非核化前 联合国安理会都会维持经济制裁 双边会谈上川普并和文在寅签署了最新修订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继川普退出TPP重启和墨西哥加拿大的NAFTA谈判后 再为他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前进一大步 川普表示新版协定将大幅改善美韩贸易逆差 而且让美国制的汽车药品和农产品更容易输出韩国 文在寅则说协定使得两国商业往来更加稳固 并希望借此巩固韩美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记者秋海春这里报道